區域的部分,區域比較簡單 區域要統計 第一個就先插入輸紐分析 我們一樣先從地點裡面得到第四個字取三個字 所以用MID 所以用文字類裡面的那個MID的函數最簡單 有沒有,應該不知道有沒有別的方法 如果要別的方法,你可能再告訴我一下 應該這個比較簡單 然後F2裡面第幾個字? 第四個字,所以輸入是 然後取幾個字呢?取三個字 中正區案確定,向下填滿 所以還好你會發現 它的資料基本上是正確的,沒有問題 最怕是說公務員他登資料的時候沒有區,那就完蛋了 所以如果沒有區,那就 像比如說這個地方,像萬華區 他可能這個萬華區沒有,但是有接的話 那怎麼辦?以後如果沒有,那變 你要從這個大理區是反推 反推是哪個區? 那這個城市都複雜了,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如果有,我們先簡單處理 如果沒有,我們再複雜處理 那一定要想個辦法 不然的話,你變成,你就要自己塗髮煉乾 要去查,去哪邊查? OK,你要想辦法 就變得... 不過這一題還好 OK,先得到一個區的部分 那如果今天我要畫一個比例圖的話 到底哪一區的治安最差 那我希望重點是在比例喔 OK,不是數量喔 我希望哪個比例最高 那第一個,你可以先插入書紐分析表 第二個的話呢 先確認一下這個範圍對不對 它前面一定是什麼 哪一個工作表名稱 驚嘆號 然後後面就是它的範圍 範圍應該是A1到H的3556吧 OK,按確定 那接下來一樣 我們這邊會看到一個區 所以把區拖拉到列 再把區拖拉到直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怪了 為什麼區拖拉下來呢 得到的結果 會是空白 有沒有看到 區拖拉下來 有沒有 如果 如果 假如你看到這種狀況 不要緊張 因為 如果你之前有做過書紐分析表的話 它會有一個暫存 Catch 所以呢 也就是說你如果 假設你前面的這個資料 有變動的話 它這個書紐分析表裡面那個Catch 它不會更新 所以如果不會更新的話 也就是說你剛剛做那個區 它不知道有增加出來 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是一個基本概念 如果你有這個概念 猜應該可以猜出來怎麼辦 存檔 存檔應該沒辦法 沒辦法 存檔不行 不行嘛 對不對 這樣重新整理 對 對 所以 我有講過嘛 所以很簡單 反正很直覺 你又不用記 因為它的Catch 它沒有更新 所以你要讓它更新的話 你告訴它一下 就是怎麼樣 這邊不是一個重新整理 有沒有 所以你剛剛說 我的區 我有變動的喔 所以請你 再重新幫我讀一下新的資料吧 OK 就是這樣意思 好 你就按重新整理就好 理論上應該就會恢復了 而且重新整理 它還有兩種模式 一種是重新整理 所以如果你按一下重新整理 沒有反應的話 沒關係 你再按一下全部重新整理 就OK了 我們來試一下 當然你按全部重新一定OK的 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資料都過來了 OK 大概是這樣而已 但是還蠻常見的 但是我發現 其實新的版本 好像越來越少需要重新整理 不知道為什麼 它好像新的版本 會有一個背後自己幫你重新整理的 但是比較舊的版本 你們好像都一定要經常重新整理 這個是我自己的經驗 不一定 你們反應遇到類似這樣的狀況 明明有區啊 為什麼區出不來 那很簡單 你就是再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OK好 那接下來的話 當然我是希望按照那個什麼 你會發現這個是一個數量 但是我希望看到的結果應該是 哪一區最多 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 游標可能會先放在B4 然後再從上面的資料裡面做排序 排序的話一般是Z到A OK Z到A按一下 有沒有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資料 游標記得放在B4 在排序 或者B3也可以 我一般我習慣放B4 然後呢 再找到資料裡面的Z到A 那就可以把切到案件多的 排在上面 少的排在下面 所以馬上會有答案的 你說哪一個區的切到案件最多 一看就知道中山區第一名 第二名的話呢 好像也不是萬華區 士林區第二名 第三名的話呢 是才是萬華 萬華其實有 但是不是第一名 OK 好 那再來的話 到底可是數量差多少呢 其實我們主要關心是那個比例好了 比如說你說老師我這邊 我不是關心的是數量問題 我希望它顯示出來是百分比耶 那可是問題我要怎麼讓這個資料變百分比 你們各位可以看到喔 我們拖拉過來 它會自動幫我們是算數量 可是如果你要想要把這個數量 改變成為百分比的話 也有個簡單的方法 不過這個可能要稍微學一下 樞紐分析表裡面的一些進階功能 不知道各位熟不熟知 應該常常會用吧 只是說這個功能 你要把它變百分比的話 記得在技術區這個地方 有個值的欄位設定 記得喔 從這個 它的這個什麼 右邊有個箭頭 點擊它 然後這邊有個值的欄位設定 這個值的欄位設定還蠻重要的 因為很多地方設定都靠它了 點它一下 值欄位設定 那如果說你想要把這個結果顯示為百分比的狀態 而不是數量的話 那很簡單 請你切到隔壁這個叫值得顯示方式 顯示方式的話呢 預設是無計算 就是它反正就是多少數量 就幫我累加 如果你要用百分比顯示的話 其實從無計算點一下 裡面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很多種顯示方式 那請你選擇總計的百分比 就是全Total裡面喔 它佔多少 選這個就OK了 然後按確定 這樣就出來了 有沒有 看出來喔 40喔 百分之12.8 然後呢 跟最低的大同比起來的話 哇 超過兩倍耶 大同真的是還蠻低的耶 5.4耶 OK 那不過有人同學想說 那到底這個切斷案件喔 比如說中山區這麼嚴重 那中山區的哪一些地方 切斷案件最多 如果你還要再個別去分析的話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我剛剛有個同學問到嘛 就是比如說像前面這個是 這個111年嘛 點兩下它會跳一個 那同樣的喔 如果你想要針對中山區 全部的切斷資料顯示出來的話 很簡單 這邊點兩下就可以了 記得喔 B欄它這個資料的右邊 B欄這邊點兩下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剛剛的這個 有沒有 點兩下 在哪邊啊 在這邊點兩下 它就會把中山區所有資料 列到它的這個工作坊前面 幫你把它放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假如說 想要再進一步去分析 中山區的其他細部的那個資料的話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有中山區了 那中山區的所有的資料就列出來了 總共幾筆 應該五百多筆 可能說像下 沒有四百多筆 OK 那你就可以再針對這個中山區裡面的資料 再做細部分析 所以如果我是中山區的那個 這個什麼 分局局長 那我先針對切到按鍵最多的 有沒有 先抓出來 熱區嘛 那最好是把它的那個熱區 用那個Google地圖上面顯示出來 對不對 那增加那個 反正大概類似這樣啦 我覺得如果你把那個 最重要的切到按鍵最多的地方 先把它管住 然後還要知道說 為什麼那邊會這麼容易有切按的原因 OK 你也可以把它找出來的話 然後防堵 那這個問題比較解決了嗎 OK 那而且那個是最多的 最多的下降 那其他的切按應該也相對 就慢慢降低了 OK 反正這個是一個 這個 所以如果你想要再針對中山區分析 點兩下就OK了 其他40等等的也都可以如法耗製 好 那記得百分比是從這邊 先點一下值得安慰設定 值得顯示方式 總計百分比 記得從這邊 好 那接下來的話 當然我們做完之後 我們還希望說 把它的比例圖也畫出來 所以最後的話 當然你如果要呈現的是 一個數量的比例分佈狀況的話 那當然最簡單的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圓形圖 所以按一下 有沒有 點這個樞紐分析表 上面有個樞紐分析表分析 不過你的版本如果跟我不一樣 可能它那個上面的標籤也許不太 不過位置應該差不多 會有個樞紐分析圖 然後你就找到圓形圖 那我們用最陽春的這個就OK了 然後按確定 那這樣的話就有一個什麼 一樣在座標 大概位置要放在第二 然後寬度大概到M欄 就是大概10欄寬 列高大概也差不多16列高 大概這樣的大小 OK 那最後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把上面的標題名稱改一下 有什麼 個區比例圖 比如說給它一個名稱叫個區比例圖 OK 記得點一下 再點一下框框 把它的格式改一下 改什麼呢 比如說字變紅色 然後字大概變成20號字吧 然後並且把它加出好了 OK 類似像這樣 我希望那個標題大大的看起來比較明顯 那最後的話 大概這樣應該就有一個比例圖出現了 不過啦 你會發現這個比例圖 實在是不很OK 為什麼呢 每次問到這個我會覺得 因為它比例上面 它還要讓你自己去看顏色 有沒有 像最大的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顏色 這個是藍色 藍色你要找哪個是藍色 可是藍色好幾個 這幾個都藍色 哪知道哪個是藍色 真的是太不方便了 所以呢 理論上 最後如果說你希望這個比例圖 這個叫圖例 有沒有 我是覺得你乾脆把這個標籤放上去就好了 有沒有 上面就中山區百分之多少 這樣比較簡單了 所以最後跟各位講一下 你可以在這個圖上面按滑鼠右鍵 然後這邊也叫新增資料標籤 OK 不過新增資料標籤有兩個選項 那跟各位講 如果你的版本太舊的話 你只會有一個選項 不會有第二個選項 所以如果你們假設看到 你只有第一個選項的話 新增資料標籤的話 那你可能比較麻煩 我是比較推薦用下面那個 因為我點一下你剛才就知道 新增資料圖縮文字 你會發現 它馬上就直接很清楚的告訴你 哪一區的百分比 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右邊這個圖例 其實是根本就不需要 所以你點它一下 然後delice掉就可以了 這樣比較清楚了 有沒有 上面多少 有沒有 中山區百分之13 12 11 哇這太清楚了 真 就是要這樣子 對不對 以後的話你看到資料 如果人家給你一大堆數字 給你一大堆這個表格 你可不可以幫我畫圖一下 說真的 雖然畫圖 對有些人有障礙 但我覺得沒有看圖 你又看太累了吧 OK 所以假如說你是一個leader的話 你可以把它往下一點 你大概會希望說 你底下的人可以幫你畫漂亮的圖 然後你看圖就好了 誰會看不懂這個東西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給他看原始資料 他一定會吐血 你給我這東西幹嘛 誰會知道 我怎麼分析 但是如果你會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的話 那可以馬上一目瞭然 OK 好 這個地方的話 不過我跟各位講 前提是你要有這個新增圖書文字 但是應該很多人沒有 沒有 我把它控制自己 假設沒有的話 因為我知道有人是舊版的 舊版的話你只有新增資料標籤 你說新增資料標籤可不可以做到像圖書文字的效果 可以 但是呢 剛剛新增圖書文字只有一個動作 點下去就好 可是如果你新增資料標籤 你必須做 可能要至少五個動作 如果跟得上就先試試看好不好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我把它控制自己 如果你是舊版 那你按右鍵 新增資料標籤 這個點下去 它出現了 但是它是把百分比放上去 也不OK 所以呢 第二步呢 你必須把上面訊息改成哪一區的百分比 所以怎麼改 記得我習慣上是這樣 按這個任何一個數量資料按右鍵 然後這邊有個叫做資料標籤格式 最下面這個 記得喔 點其中一個嘛 按右鍵 右鍵我覺得比較方便 然後再點資料標籤格式這個 它右邊會跳這個面板出來 你只要把什麼呢 類別名稱打勾 它就跳出中山區了 有沒有看到 然後你可以把那個 最底下這個值 可以把它改成百分比 那百分比 把值拿掉了 因為值好像它有小數點到第二位 我不要我要整數 所以我就留下百分比就可以了 OK 有沒有發現 這樣好像又更進一步 很像圖書文字了 OK 記得喔 是在這個資料上面按右鍵 有一個什麼 資料什麼什麼格式 然後 資料標籤格式 按右鍵 然後過來 然後改一下 類別名稱打勾 百分比打勾 把值打勾取消 那最後還有一個地方 可能不完美 什麼地方呢 就是說呢 它這個標籤 有的放裡面 有的放外面 那我是希望說 可以幫我通通放外面 不然放裡面 因為字是黑的 裡面有些顏色比較深 就看不到 所以最後的話 請你在底下 這個資料標籤格式的下方 會有一個標籤的位置 你就把它選擇哪一個 中點外側 這樣就OK了 是這個地方 中點外側 有沒有 這樣子 就 這個顯示指引線看 你要不要打勾取消 因為它好像不影響 所以你不拿掉沒關係 百分比 好 這樣的話就可以把這個標籤給關閉了 然後 再把這個圖力點一下 delete掉 看起來應該也差不了多少 不過你會發現 就要多好幾個步驟 不過如果你是舊版 那也沒辦法 但如果你是新版 你按右鍵 新稱圖說文字 就OK 試試看 兩個方法 按右鍵 資料標籤格式 這個是各區的比例圖 所以這個做完之後 一樣把這個各區比例圖的title 我習慣是把上面的title改這個 下面的這個工作名稱一樣改這個名稱 反正這個跟這邊一樣 這樣就很清楚 所以我們已經有第二個圖了 第一個是折線圖 第二個是比例圖 第三個呢 就是路接道的數量圖 到底熱區在哪裡 所以我希望再縮小範圍 找出哪一條路 哪一條街 哪一條道 是最容易失竊的 OK 那請會先試試看 先把這個各區比例圖先做出來 好